张一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李鑫 你疯了 这是我家车 你拉别的女的什么意思啊 咱俩已经分手了 这事和你半脑前关系都没有了 懂吗 要不是我家帮你 你能赚上钱吗 你能买上车吗 你现在有钱了就把我甩了 你还试人吗你啊 你能正常点吗 咱不得我报警了 好 我刚才认识一下 你好 我叫李鑫 你好 你个小狐狸精 你还也完没完了 两位冷静冷静 要不我们还是好好聊一下吧 二位能说说什么情况吗 他现在有钱了 就不要我了 你别炫耗扯人啊 要不是你和你家那么过客 我能和你分手吧 我家怎么了 你农村出身身无氛围 要不是我爸帮你 现在狗屁不是 是 你爸是我拿十分块钱 让我做生意 那总不能成为你家 一直是踩到我脑袋顶上的理由吧 我是人 不是狗 你还来劲了是吧 他们说的不对吗 要不是我爸一直帮你 你现在还不知道 在哪个村里流浪呢 所以你也从来都没有 乔得请问我是吧 你跟我结婚 不是看上我家钱了吗 你家有多少钱呀 我又花了你家多少钱呀 你爹妈那房子 是不是我给买了 到你爹那五十万的车 是不是二话没说 就给买了的 后来咱俩买那房子车子 哪个不是先你的名 哪个我会要的 是你要娶我的 这是你应该的 我看这家的不是我 钱 钱 那我的青春呢 拿什么来还啊 我的青春呢 我的雪汗呢 我的尊严呢 每次你加上聚会 我都是好事好事的供给 换来的什么呀 一味的潮房 一味的贬地 一味的冷潮热房 好像没有你爹 我就起不来了一样 他们说的不对嘛 我靠的是我自己的努力 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的觉 我洗澡汤黑的 好像没有你爹 你妈的十多块钱 我就永远中地 永远睡地下室里 哎呀你别说了 咱俩还能不能和好了 姐姐麻烦把手放下呗 我们已经结婚了 有你什么事啊 你就闭嘴 你闭嘴吧 她现在是我的妻 海底贴房那些 没皮没脸的人 张艺你可想好了 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别再缠绕了 谢谢你对小艺 这么多年的照顾 体面一点吧 要不是你家那么多 我还遇不到小艺 这么好的人 谢谢你啊